那么五年级的部分呢 因为中年级的部分 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城市的基础 然后科技制造的一些基础 所以有了一点基础之后 我们接下来五年级呢 就会比较深入 会进行主题式的教学 主题式的教学 所以我们可能会沿用 配发给各位的Hello Code的设备 那也会沿用 这个之前配给 每个学校的Arduino的设备 来进行主题型的教学 那主要也是要教 主要就是让他们学这些感测器 输出输入的概念 那学的是共通的概念 而不是某一个感测器的技术 那共通的概念学好之后 会让他们去学怎么样发挥创意 那所以简单的做一个小题目之后 我们再让他去做创意的延伸 这是属于主题型的教学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整个五年级的课堂数有16节 所以刚刚小主题的部分 我们安排大概10节左右的一个课程 然后另外呢 三节的部分呢 会给新兴科技 尤其是AI的部分 机器学习 IoT的部分 来这边做发挥 那所以AI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保留了差不多三节左右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到Google的AI实验室 就是浏览器上面的AI实验室 去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然后就可以说明一些AI的概念 那当然如果你之前有上我们Hello Code的话 Hello Code它是用Mblock的程式积木 有点像Squitch 那Mblock本身里面 其实有AI的教学的程式模组 那所以你可以利用 麦克风或者网络摄影机 加上Mblock 就可以简单的来学这些AI的应用 然后得到AI的一些概念 那另外还有最后三节课 我们就把它留在IoT 就是物联网的部分 那物联网的部分呢 我们配合厂商的部分的Hello Code 还有我们自己线里面 之前有一些合作的7697 零八课的7697 这些都可以教很简单的物联网的概念 那当然就是找一个主题 找一个主题让学生体验制作一下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简单的概念的学习的要求 那这是五年级的部分 那五年级呢 总共的时数有22堂 那所以除了刚刚的16堂之外 另外还有六堂 是做设计思考的一个整合的小主题 那所以如果学校本身有校本课程 我们会蛮建议你 就是跟学校讨论好一个简单的校本课程 然后里面呢 有六节课 六节课是可以把你的主题 把它拆分年级 拆成年级 然后各年级可以做哪些东西 到各年级去实施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比如说 如果你们玩车子的话 玩车子 那你可以在中年级这边 比如说这个雷切的部分 就开始学怎么切出一个车体 那可能3D列印的部分 就开始怎么列印一个轮胎 或是其他的零组件 然后在写程式的部分呢 甚至在纪念整合这边 就可以学怎么样的去控制马达 然后到高年级五年级这边呢 就可以安排 怎么样控制两个马达 然后让车子可以前进后退 转弯 甚至是碰到障碍会闪避之类的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另外就是到高年级那边 就可以开始有一些任务型的竞赛 任务型的竞赛 比如说把什么东西推到哪里去 或者寻线 或者走迷宫之类的 那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安排设计 这样安排设计 所以这六个小时是保留给各位做 一个整合设计的一个小主题 设计思考的课程 那当然 如果你老师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也可以把这六个小时 拆到这边来 就在这边综合的去运用 这是五年级的补充的部分 那么六年级的部分呢 我们安排了十六节课 六年级十六节课 那主要就是希望 老师们真的让小朋友有机会 把设计思考整个流程跑过一遍 那所以就是 这个结束是大概 大概的啦 大概的 那所以 我们会希望你刚开始 知道什么叫设计思考 那个流程 是怎么样 大概做一下教学 然后呢 再来就实际的演练 就给他一个情境 可能带去参观养老院 带去参观孤儿院 或带去某个地方 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不方便带出去参观 当然就是看影片哦 所以老师可以准备一些影片 那在发现问题的部分 就可以去做一些讨论 那这个问题 怎么产生的 他的这个重点 他问题的真正的重点 是在哪里 那是不是真的 就如同你想象那样 你还要去 比如说你如果研究的是 老人的问题 那你就要把自己模拟成老人 才能够真正发现 这个问题到底 对你来讲 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不是以你自己 学生的角度去看那个问题 所以甚至有时候要动到访谈 或者是模拟情境 假设你要 发明一个孕妇要用的东西 那最起码 你也让孩子 肚子上塞一颗篮球 让他 今天不能把球拿下来 让他去体验一下 孕妇的不方便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 把那个问题的核心给找到 好 那再来呢 就会去发展他的 想要发展的 那个解决的那个问题 发展出的一个模型 原型的设计 然后去做一些讨论 那这时候 这些曼陀罗啊 或新制图都可以发挥 很好的 很好的使用的方式 使用的工具 那再来呢 就会有很多的时间 让他们实际把这个东西 做出来 那因为我们是资讯科技课 那所以呢 当然如果你可以跨领域 是最棒的 最棒 那但是 如果学校 跟其他领域 还没有这个共同的 跨领域课程的一个氛围 或者没有校本课程的氛围的话 你就要拉在你的科技课里面做 那你就会建议他们 在前面讨论了这么多种问题的解决的模式之后 你要从里面挑一个科技课可以做的内容 然后在这里实作 好在这里实作 好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后面这个部分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希望每一组把他做出来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然后收集一下大家的回馈 甚至是赞美也好 修正意见也好 那这个部分会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棒 会让小朋友在想事情的过程中 他会更知道说 他之前做了哪些内容 他会回忆他的步骤 这个是后设认知的部分 他会回忆出他之前做的这些步骤 然后知道他怎么跟人家互动 跟人家分享 怎么去找出问题 怎么样把东西做出来的过程 这个是用身体 全部的感觉 心理上的 身体上的 精神上的 等于是用多元智慧 多感官的部分去做学习 那事实上这样的东西 是最有学习保留效果的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 那一定要让他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同时也是练练口才 这个表达也是未来很重要的能力 好 然后最后呢 老师 老师的部分 要把前面这些重点 把他提炼出来 包括整个设计思考 我们走的流程 走了哪些流程 然后 怎么去发现问题 然后怎么的讨论的方法 最后怎么样做成决议 然后实际制作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然后遇到问题 怎么解决 怎么去跟人家分享重点 然后怎么样做修正的意见 讨论 这些甚至是照片的回顾 这些都会在心里面 留下很棒很棒的印象 会深深刻在脑袋里 脑袋里面 这种学习是最有效果 最不会忘记的 所以我们希望 学生毕业之前 就能对整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流程 会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会熟悉这个模式 那将来呢 他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 利用这些方法去做 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去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那这个才会是素养导向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那这边跟各位做分享 试一下 要 возмож estud coordination Luther Давайте ciu